10月13日,随着今天11场比赛打完,NBA季前赛正式宣告结束,接下来NBA将进入常规赛阶段。 众所周知,季前赛是练兵的舞台,可在这样的舞台上已经有很多球员打出了优秀的表现,比如安东尼·戴维斯季前赛场均20分加10篮板,比如安德烈德拉芒的场均报场4个篮板,他们都已经拿出了不弱于常规赛的水准。 那么,这里章鱼不妨带来NBA季前赛,助攻前四球员台行,看看哪些球员在助攻这项数据上打出了优秀表现,Top4詹姆斯·哈登火箭队詹姆斯·哈登作为火箭队后场核心,他在季前赛场均能送出8次助攻。 在有保罗的情况,下达出这样的数据,哈登的助攻能力确实非常强悍,强大的进攻能力加助攻能力,哈登可以给火箭队带来极佳的进攻效果。 唯一有些遗憾的是,在哈登场均8次助攻之外,他还有着这本丸四位球员,中最高的场均6.445,这是他略显尴尬的地方。 Top3克里斯·保罗火箭队保罗不仅有着场均8.6次助攻,他还仅有着场均3.245,高效且稳定的保罗,他就犹如是火箭队组织端的定海神针,还可以给火箭队带来一个比较稳定的下陷。 从快船队到火箭队,虽说保罗的年龄不断增大,但是他的打法,组织还是十年如一日的稳定,只要他能保持健康状态。 那么想来火箭队,在新赛季还是能打出不足的战绩,Top2拉近朗多胡人队胡人队,在休赛期先向了朗多,这位险凯尔特人队冠军后卫,前提护队的空卫加兼职主教练, 他既可以作为朗佐报尔的生涯导师,他还是胡人队新赛季的信赖的后卫,季前赛朗多打了四场比赛,他场军们送出8.8次助攻, 而这更重要的是,这位胡人队新赛在季前赛仅仅有着2.8次失误,朗多不仅场军助攻次数超过了保罗,哈登登炮,他还是本文助攻是物比数据最优秀的球员, TOP1本西蒙斯76人队虽说西蒙斯的投射还没有改发出来,但是这位76人队核心球员,他在季前赛有着场军9.2次助攻,全队31.9%的助攻都是由西蒙斯送出, 他季前赛场军失误为仅为4.5次,平均两次助攻才会出现一次失误,本就天赋一饼的撞狼,他还用着风险的身高去打后卫, 这开称作弊的定位给西蒙斯带来了较为轻松的组织环境,如果他再能开发出投射,那么下一个NBA门女人物就有可能会是西蒙斯。